能干就干,不干就滚,真的是,走走走走,走,走,哎,你干嘛,哎,陈欣? 陈欣哥,你怎么在这儿? 走走走走,别碍着也,你们俩都走,老板,我会继续干的,我会好好干的,你要干就好好干,好吧,一个女孩子加压的,真的事儿多。 哎,陈欣,怎么了这是,这个,我在这儿找的零食工,然后老板说,算我把这些搬完了,就给我80块钱,但是我搬完了,老板又说我是零食工,是试用的,要我下午把这里搬完了,他才给我钱,怎么可能没有钱呢,就算是试用机也有钱啊, 你看你这些生都成什么样了,你辛辛苦苦搬了一上午,我都看不下去了,等一下,我去跟老板说,别别别听着,你别去给老板说,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工作,一会儿老板在生气,他干不到我,没事儿,我去给老板说嘛,别别别听着,我做马上一块搬完了,你再做做一下,等我,我正好有事情给你说,什么事儿啊,你等我一下,我就马上来,我帮你吧, 这个我这搬完了,我去找老板把工资减一下,好的,老板,我这边搬完了,你能不能把工资给我减一下,搬完啊? 老板,不是说好80的吧,这怎么才才40块钱啊,你是聋的吧,不是跟你说吗,一天是80的,你上次是试用期,就40块钱下午了,对啊,老板你怎么能这样呢,就算是试用期也会有工资的啊, 我说过,你能干就干,不干就滚,由于不用来了,老板,事实就是时候,我能干好的,我能继续干的,你怎么干啊? 大哥,大哥,打扰一下,不好意思,你过来吧,我有点话跟你说一下,是这样的,大哥,你让一个小姑娘,她干的活就肯定有工资的呀,不能不给呀,不一定是不一定,对吧?我也没办法。 大哥,主要是她一个小姑娘,父母也不在了,每天干活也怪辛苦的,你就看到她那么辛苦的份上,你就给她吧。 你是什么人,我是她一个朋友,哎,大哥,要不这样,我这刚好有一百块,干嘛,你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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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这一百拿着,你就当做给她发工资,多的,你就当给她奖励,行不行,就当帮个忙。 我也知道这小姑娘,干工作也不错,对吧,也挺吃的苦。 行吧,行,行,那就不好意思啊,你麻烦一下,没有,没有,好好好,就当帮个忙吧,没有,没有,没有,哎,好。 小姑娘,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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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个拿着,老板要不了钱,拿着,拿着吧,陈欣,老板人好,看你这么努力,他是工作给你的,没事,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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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真的,谢谢你啊,老板。 小姑娘,我知道你挺能干的,你朋友人也不错,真的,好好干,有人工还找你,好吧,那行,你们聊,行。 俊哥,这怎么回事啊? 没事了,陈欣,努力的人都是会有好运的,这是靠你自己双手应得的。 谢谢你啊,俊哥。 没事,都这个点了,你吃饭了吗?干了一上午活了。 我刚刚吃了。 啊? 天哪,你就是这个啊? 这个怎么吃得饱啊? 俊哥,这个很好吃,很顶饿的。 对啊,俊哥,你去菜市场买点菜做饭给你吃吧? 没事,不用了,我刚来的时候路过菜市场,我已经把菜买好了,你直接回去给我做就可以了,我今天负责吃,好不好? 怎么能让你买菜呢? 俊哥,没事,走吧,走吧,我都饿了,我车就在前面,走吧,走,我车就在前面,走。 俊哥,我身上太脏了,要不你先回去等我吧,我怕把你的车弄脏了,我自己走路回。 你说什么呢,怎么会啊,走走走走,那车就在这,开不了多久就到了,来,来,上车。 没事,没事,没事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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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上车。很快就到了,没关系,没关系,来,上车吧。 谢谢你,一会儿就到了啊。 俊哥,你怎么买这么多呀? 不多啊,我上次看你家里没油了,我就买了点。走吧,我们回家做好吃的吧,我都饿了。 那走吧,俊哥,我回家给你做好吃的。 好的,来,这个我来提,这个我来提,这个重啊。 不客气啊。 注意脚下啊,慢点。 诶,陈欣,你今年多大了呀? 我今年23岁了。 那你有谈过男朋友吗? 没有,从来都没有。 那你以后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呀? 嗯,我不敢想这些。我想找个人保不如的。 还有就是,不嫌弃我这个家庭条件的。 不过,我这种情况,应该没有人会喜欢我吧。 不是这样的,陈欣,你很好,你很努力,很坚强,也非常孝顺,很能干。 一定要相信自己,好吧? 真的吗? 真的呀,我相信你。 诶,对了,那你有什么梦想吗? 我没有什么梦想,我就希望奶奶身体健健康康的。 还有就是,赠很多很多的钱。 不想让别人嫌弃我。 一定会的,你这么能干,一定都会实现的,一定能挣很多很多的钱的。 我相信你,陈欣,一定要加油。 谢谢你呀,君哥。 这个饭做好了,吃饭吧。 真的,陈欣,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真的太能干了。 没有啦,君哥,手艺不好,将就吃一下吧。 这个一看就很好吃,来,赶紧吃吧。 来,我给你夹一块,夹一块肉给你吃。 谢谢啊,君哥。 哎,你怎么了? 没事的,君哥。 以前爸爸在的时候,总是把最好的给我,我想爸爸。 没事的,陈欣, 陈欣,以后我都会经常来看你的。 陈欣,你也吃吧。 哎,好,谢谢,谢谢。 赶快吃吧。 真的,陈欣,你今天这顿饭做的真的太好吃了。 去了,我再给你盛碗。 哎,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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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吃不下了,我都已经吃了两碗了。 吃不下了,哎,对了,你不是有事儿给我说吧。 哎,好的。 啊,是的,怎么了? 你收着吧,陈欣,上次不是说爸爸以前治病欠了很多钱吗? 然后奶奶最近咳嗽也没钱去看病吗? 你先带奶奶去看病好不好? 拿着吧,这个就当我借给你的,老年人的咳嗽一定不能耽搁的,陈欣。 没事儿了,起来起来。 陈欣,我就先走了啊,我下次再来看你。 好的,拜拜。 做个***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